老夫子你前期打狂铁是有的打蛋 如果在我开二技能的期间 狂铁把技能都甩我身上 那么老夫子前期就有的打狂铁 当然反过来 如果狂铁是知道 卡着老夫子二技能的空隙去打 那么老夫子前期就打不过狂铁 咱们只要记住了这一句话 玩老夫子你就能打狂铁 玩狂铁你就能打老夫子 这些东西都很有用的 不过这下打野来包我不算 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的 就是咱们在打狂铁的时候 你得出一个小背心 咱们补一件小背心 就可以大概在1200块钱左右的时候 狂铁就开始打不过我们的 但是如果出装不这么说 直接出大剑的话 那么你需要到1800块钱 垫到出来才能打得过 而且这里要知道 我是没有做鞋子的 做鞋子反而不好打 看这个狂铁其实没什么细节的 他一个一技能打在我二技能上 好他等下一技能好了 又打在我二技能上 这样他肯定打不过我呀 因为我的大招马上就要好了 拜拜 这狂铁这么没细节 我要不省自己 我还是打不过他 就说明前期狂铁是克老夫子的 但是我说的 等差不多1200块钱的时候 就现在小背心要出来了 那么狂铁肯定是打不过我了 这年打也来了不错 你怎么老是来帮我呀 对我这么好的吗 就现在我队友都不在 不过现在的话 我经济是比他高一点的 所以现在我跟他打本身就不公平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看我等下能剩多少血就行了 差不多了 捆住了 跑不掉了 我把他带走 还剩2000多几血 也就意味着我高他的那几百块钱 应该不止2000几血吧 这就意味着就算他经济给我 一样他也打不过我 你凭什么你敢来的呀 哎呦 我鼻子他很灵的 他知道哪里有爸爸 就好像 我怎么我就感觉这草林有人 我就知道 小赞 哎呦 为我我基本上也 不过这些个人抓我也是件好事 因为我队友好像打不过他们几个 所以你们来抓我吧 继续的抓我吧 正常 果不其然你疯了 那现在怎么打 打狂蟹 我还是打得过的 不过 我总感觉这草林有人 狗鼻子很明的 我知道哪里有爸爸 青蛙兵线我就走 这小子故意在勾引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勾引我 这里两个里面还有人没出来了 哎呦 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 还好我没有去打呀 哎 我走了 哎呀不对呀 你们四打三为什么打不过呀 啊不对四打 啊 不要怕我来了 哎呦 哎呦 射手别死 哦吼 没了没了 全都没了 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这上路啊 估计不止一个 我都已经看到两个人了 那么下路三个 我队友四打三应该是打得过的 我不打 我不给你们两个打 我还就这么不信呢 我队友四打三打不过啊 不对四打二 没有关系 我拖出对面的两个啊 然后啊 我们家也就这是小猪 拖出了对面一个啊 不愧 我们家上路兵线带的还不错 好 你原发又被我们家兵线给拖住了 也就是说我们中路最多是啊 四打三 四打三肯定是打得过的 哎 既然我都知道这波能打了 那我肯定就打了 哎 我要走啊 一个个都别想走 继续把上路兵线带好啊 我的兵线不需要担心啊 对面就算赢啊 他也不可能从我对抗路这条线赢了 这里有个工本别急啊 假装我后走啊 你还在那里犯劲啊 那二斤的马上好 点一下走 白板 工本还被我捆住了 他走不掉了 让他们几个慢慢打 中路要推起来了 但是啊 我可没打算管你们 我打两下打打打打 我走了 骗你的我又回来了 哦 哎呦 嗯 要快对他 哎哎 哎走了 下路兵线也来了 哎 我直接走过来 我绕都不绕了 哈喽 点点点 中路兵线又来了 中路打还能推 好的 我应该是能打的 我还飞飞一个顿 点亮相啊 哎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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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哎 走了 走了 你慢慢推 应该有了 哎 哦 哦 就这